走 这是嘉陵市 近十年来最严重的交通事故 根据现场勘测的结果 和目前掌握的线索 初步判定 这是一起由外卖车 强行抢到引发的交通事故 遇难乘客的身份还在确认当中 我已经让叶倩 调取公交车沿途的监控 进一步确认事故的真正企业 师父 我们排查了严战监控 到这个事故地点的上一站 也就是沿江东的为止 车上一共是九名乘客 虽然是司机驶人 但是现在只发现了八具驶驶 这是爆炸 这是爆炸 我坐的公交车爆炸了 等第四次醒来 我直接就去拿破装锤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 那个锤子一摘下来 整颗车都在发出警报 然后那个车就爆炸了 所以第五次的时候 我才彻底放弃强行下车 我开始想不同的办法 但也是那次 我亲眼目睹了公交车 撞响油罐车的全部过程 说说看 可能是 司机叔叔着急 在下一站把我放下去 所以在一起步的时候 开得就特别快 这个时候 有一个外卖车 它 它从右边 很快地冲出来 好 醒来第五次了 还有吗 还有第六次 第六次醒过来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我会不会还有下一次醒来 我 我 不好意思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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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你 满 满头都是汗 我 想你要不要擦一下 四郎 我 我不是故意的 就是 我 我就是想拿这个纸 然后这个U盘本身是插着的 我 我 我这么一拔 然后突然滑了 我 四郎 干 有人耍流氓 我知道那个男孩他不是色狼 他就是不小心碰到我 但我真的没办法了 我只能诬陷他 我想让他跟我一起去派出所 可是不瞧的就是 瞧对面 就有派出所 我只能给方案 我硬寒着我现在必须要下车 公交车司机在上岗之前 都会经过 应对突发状况的培训 像 遇到色狼这种突发状况 一般会采用打电话报警 紧闭车门 再下一站移交民警的处理方法 他怎么会临时停车 直接让你下车呢 我不知道 但我真的把他拉下来了 你都把他拽下了 他是四郎 我 我拉他下车了 然后 然后我没有跟他再纠缠下去 我直接走了 他是打车走的 我以为 我把他拉下车就可以救他一命 才让我没有想到 这法人害了他 按照你的说法 你一直在公交车上循环 循环 对他 对他 他们都没有做事 他们都没有做事 小邮人 cried 把他放你 喂 别忘了 你的帮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好意思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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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是第一次见 没事 没事 你 你 你 也 也进来了 进这儿 循环 师傅 我要下车 没到站 你不能停车 不是 前面也没什么车也没什么人 你就帮我站一脚呗 哎 哥们儿 你是不是睡过站了呀 这不可能给你停 你就倒站在下吧 再往回再坐一站 你就耽误点时间 这下一站都过桥了 我来不及了 师傅 你就站一脚 我之前试过了没有用的 你气不气的 我之前说 你还跟我说话呢 我 我之前派你当公司的牢牢 然后拉你下车来 师傅 你别摇那门啊 你开下门行吗 我只是跟你说呀 反正都已经红灯了 你开下门行不行啊 你别说什么事了 你看 您还已经红灯了 这反正停在那边 你帮我开下门吧 干嘛 你别想翻晓盘呢 你干什么呢 你干什么呢 你怎么回事啊 干什么呢 疯了 是要翻晓盘 你想害死我们啊 碰了茬子了吧 哥们儿身手不足落雅 一样都摔跃吧 我说是风机教练 风机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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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放开我 放开我 为什么想翻晓盘啊 你要下车 你要下车想什么翻晓盘呢 这车有问题 我看你有问题 放开我 要爆炸了 你要爆炸 来 你炸眼我看看 你炸眼我看看 这回你信我了吧 我没骗你 我们真的进去循环了 您派送的订单 还有一分钟即将超市 这么正人 快去 你别操司机的心了 你操到他的心吧 他心脏还不舒服呢 说你呢 说你心脏呢 说你呢 说你心脏呢 到底快不快 我开车的时候 你又可以在旁边玩手机呢 现在你开车了 我就不能在旁边玩手机了 啊 叔叔 稍等一下 再 再多多等几秒 拜托了 是不是车 你要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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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我也不先知啊 怎么回事啊 太危险了 这这这 到这儿应该没什么事了吧 这车速这么慢 前后也没什么车 没有驾车 没有车祸 也没有爆炸 讯闻解除了 应 应该是吧 那 我 我马上就可以过墙了 好 幸好有你 要是我一个人 肯定不行 怎么办 怎么了 陈 陈奕悦 好 我想起来了 我全都想起来了 那个铃声 只有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时候 我听到了 之后 每一次我为了下车 都干扰了司机 然后就发生了车祸 然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了 不要想 里面的手机好了 也会爆炸 铃声 铃声 爆炸 那车上 那车上有炸弹 车上有炸弹 叔叔快进车 车上有炸弹 那车上有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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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炸弹 我可以在下车上 旦有炸弹 有炸弹 什么炸弹 什么炸弹 没有炸弹 我们不知道 他是怎么引爆的 所以只能先把 抓住了 如果 他要是提前装在车上的话 那就没办法了 但假设他是带着 上车的话 那么大的威力 只有个装裁包里 所以前面那两个人 就给排除了 他们连包都没有 这两个人 在之前的循环里面 一直非常注意 自己的包裹 这个大婶 大婶应该可以排除 他包里全都是药 你还记得吗 那个人 他脚踩过红色的带子 最后一派那人呢 最后一派那人呢 最后一派有人吗 有啊 那个大帽子用口罩 特别奇怪 一身黑 对 是有一个我当时看见的时候 我还觉得奇怪 这么热的天哪 干嘛活那么严实呢 是吗 他怎么不见了 下一站 沿江东路站 他还没有上车呀 时间又低下了 也就说我们可以正常 斗车下车了 三公路站到了 请您从后门下车 下车请刷卡 车门处的 可如这是谁开电话 你先下车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我要报警 四十五路公安车上有炸弹 车牌号是加一七七六五一 车现在刚刚离开 沿江东路站 现在马上要开上 快点大桥了 引爆的人就在车上 他会在乘客里 我叫李世晴 联系电话就是我这个 请您相信我 我说的全部属实 真的不能耽误时间了 得赶紧行动 电话 没办 张队 按照之前的部署计划 我们已经对桥的两端 进行了全部顾控 小姜是吗 姜警官已经带着部分交警 到达拦极地点 什么情况 师傅 开门 各位乘客 前方发生了交通事故 工程车过不去 咱们呢 可以下车 不行离开 什么情况呢 这堵桥上了 那得堵多少时间啊 我还有事呢 起码得一个小时 那太长时间了 你家里还有事呢 师傅 你把门开一下 我们下车了 人下去 东西留下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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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姜 小姜 听到请回答 江峰 江峰 听到请回答 林浩 你们几个 后面 好 快 你好 陪安美 有处方吗 什么处方 阿明要 必须得有医院的处方才能开 你上哪儿都得需要处方 那个 我有推黑素 也能帮助睡眠 这个 这边有用吗 你先买 你回家吃上 别见光 半个小时 肯定起效 好 好 多少钱 四十九 二维码在那 二维码在这 他差不多下午三点左右到的 然后在这儿待了一下午 就坐这个位置 他刚走你们就过来了 他走的时候问我哪有药店 我当时在斗地主 张队 他手机又打开了 往西大概七百米 走 吃吧 老板 您这儿有没有那种高度数的白酒什么呢 有的 三四五 下午 警察同志 我就是看着孩子鬼鬼祟祟的 我就觉得他有问题 我 他不想给我钱 然后我就一直盯着他 我看见他去那个 那边的超市了 谢谢你啊 那我没事 没事 我看着你 你还不让他打开了吗 你还不让他打开了吗 我看着你 我看着你 你还不让他打开了吗 睡一觉就好 他大概是想安慰我吧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 睡一觉醒过来 一切就重新开始了 但这一次确实是我的错 我真没有想到 报警会让江警官出事 其实我还挺庆幸 他能来陪我 你说这么恐怖的一个事情 如果真是我一个人 那我真在疯了 你们先去吧 不 准备要紧 好 好 这一行啊 喝了一整瓶了 你这又是推 醋又是酒 你是不是想自杀啊 你先问我 我又不想带回公安局了 我不想带回 你连个小孩屋 连个窗户都没有 我不想带回家 你说什么 你不想再回公安局 你之前去过吗 我知道了 你为什么要出警啊 你们又不在循环里 你们为什么要出警啊 小时候都没有点声音 李时勤那些屁话 你们也信 你们真行 带我去 紧张吗 不紧张 小谈说 是 第一次出外勤 多注意观察 看看别人怎么做的啊 别 也别鬼鬼祟祟的 正常一点 我先让你走 我先让你走 一点 曹 小薏 他那样肯定有问题啊 那你这次你找一个好点的支点 咱就别演了吧 就用蛮力控制他 蛮力控制 你行吗 不是 刚才是猝不及房 他挠我 谁到了爷们挠人去 不是 你看我这次 我就控制他 行吧 那就再试试 反正随机应变 好 好 沿江东路站到了 请您从后门下车 喂 什么情况 没事吧你 好 这种时候还有公务牌照 应该不会是他吧 说不定就是我通火汇报信息呢 我好想知道该怎么样了 你要演什么 你不是说不演了吗 你个臭流氓 你是不是拍我你跑完了啊 我让你拍了吗 我让你拍了吗 你就拍了啊 叔叔 没有 你没有你尝什么呀 你戏剧什么呀 我都看见你的 别瞎说 你干什么你跑什么呀 你别跑 我看是算了吧 算什么呀 这有流氓 这不流算了呀 你这个偷流氓 你又 你不是来 你要是路人女朋友 你赶紧删了吧 没经过人就许许 不能随便路 帮你先忙 你拍 别废话了每回都是你拍 你说谁那你 咱俩认识吗 我开火就有原则的 我从来不许是流氓了 帮个忙 你们别打了 别打了呀 帮忙啊你们 我不是 帮忙啊 叔叔别着急 那个 再等一会儿 你把手机给他不就行了吗 快 小姨 快 快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你 你怎么了 你 你是不是有哮喘病啊 你 你有哮喘药吗 我没有哮喘药啊 你不是说什么药都有吗 我 我什么时候说了 我 这个怎么办的 这 她好像不行了 小姨师傅 师傅 师傅 后面这儿不行了 对了 那个哮喘病 一般身上都带药呢 你看看她有药没有 找一找啊 那你是不是有药啊 找一找 师傅 你别捂了 你看你有没有药 我 有病人要出生病啊 快 快 快把她扶起来 扶起来呀 能扶吗 能能 赶紧的 我来 我来 一要打一二零 我来打 我来打 不好意思 稍等一下 你上还是下呀 你别在这儿玩手机啊 她上不来了 她上不来了 我们也走不了 我我我马上查完 你这没往啊 你要快一点呀 我要赶时间的 我我很快 什么情况啊这是 不好意思 让一下我看看 你怎么在这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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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架了 不好意思啊 快点 快快快快快 你别让她动 怎么会死啊 认识啊 谁啊 快点 我站住了 干嘛呀 放开我 你快点 哎呀 怎么停 救命 救命 我有一个重大线索 那个老婆 她有剑客 身上背着人命 就是杀过人 她那个袋子 确实挺奇怪的呢 要不查她 我先去打理她情况 你 你小心 哎呀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对不起 哎哎哎哎 哎哎哎 你干啥你你啊 哎 干啥你 哎哎 不许打架 不许打架 干嘛呢 不是她 她先踢个地管 踢坏了俩 那对她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是故意的 你也不是故意的 你也不是故意的 你第一个不是故意的行 别让她也不是故意的啊 啊 我都看着呢 你就是故意的 你说吧 你干嘛提人西瓜 你腿欠呢 你还是脚痒啊 推你也该 老婆 您是 马小龙的父亲吗 哎 意思啊 啊 我也是满堂找房的 我是她同事 真是您啊 她给我看过您照片来着 震天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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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哎呀 谢谢 你看 刚才那 真的不是故意要推她 您别道歉了 确实是她的问题 老婆 嗯 小龙说她知道错了 她不应该逃避的 她真的呵爱你 是 你刚才说的 把我都换动了 好 我是看那个老婆实在是太可怜了 那么着急 又伤心 就顺口提了一下她儿子 嗯 没想到就 没啥主 不过 如果能在最后一刻 让她有一点安慰 也算是件好事吧 还剩两个人 车辆行驶 请您坐稳扶好 下一站 也将公共站 这两人确实奇怪啊 西瓜也没吃 而且之前的讯号里面 不管发生什么事 她们都一副始不完结的模样 哎 你说 这两个人会不会是一伙的 应该不会吧 这要是一伙的 就做一起了 反正也是复死 也没必要避嫌 也是 这个行李箱吧 要查起来有点麻烦 塑料单应该方便一点 要不我们这次 那从她先开始吧 行 这次我来 好 阿姨 阿姨 我想问一下 您带没带的卫生机呀 我那个来了 我没带想跟您 接一下 没有 没有 可是 我看见您这袋里有 我才跟您借的 您这 不好意思啊 我 我可能把里边的袋子 看成包装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阿姨 您怎么带个锅呀 您这锅里装的是什么呀 我 我刚看您上车拎着挺沉的 就挺好奇这里边装的是什么 肉 肉 哦 哦 高压锅炖肉 嗯 别打扰了 你也太直接了吧 你不觉得奇怪吗 谁出门带吃的用锅装啊 不都是用保温盒吗 我们家就用锅装肉 嗯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妈经常端着一会儿肉 来给我们吃 这这这 这很正常 嗯 那要是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排除嫌疑了 你有文件味呢 肉味 我好像是文件一点儿 但是我说不出来 那是什么味道 有可能是炖肉的香料吧 最后一次 从后门下车 下车进发卡 车门处的乘客 请注意安全 好 叔叔 您先别关门 稍等一下 我们有东西掉在地上了 谢谢啊 我们得炒一下 你们赶紧 好 小伙子 你身体没事了吧 没事 要记得去医院检查的啊 好 哎呦 你找什么呀 没有什么关你的东西 就不要找了 我优盘丢了 里面有特别重要的资料 那要找 是 什么颜色的啊 就是跟这个地 差不多一个颜色 灰色的啊 油盘 哪有油盘啊 不是 就帮他找爪子 前面没有啊 不好意思 哎 哎 什么情况啊 哎 你干嘛 哎 走啊 走啊 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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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了 哎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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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开门啊 叔叔 请放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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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 味 阿威 千方的 别人 别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车辆行驶 请您坐稳扶好 下一站 沿江东路站 石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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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我 没事 没事 你 这次我们道产就下车 什么都不还了 我妈还是回来 别笑了 好 沿江峰峰站到了 请您从后门下车 下车请刷卡 车门处的乘客请注意安全 来 再试一次 不知道 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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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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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大家下车 严江东勒让所有人倒战下车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但这个女人太警觉了 考虑一个一个说 有些风险 你像台词给他们看 对 时间来不及了 咱们得分头行吗 可是司机呢 所有人都下车了 司机怎么办 等你们所有人都下去 我和司机也走下 不行 不行 那样太明显了 他会直接引爆的 可这将是我们能想到最大程度 减少伤务的方式 但问题就是 我们要不要因为司机一个人 放弃所有伤口 可是 是 那时间来不及了 你做还是不做 挺好的 大哥 我们下一站有一个线下的活动 您看看有没有兴趣 对 对 当务不了太长时间 就是您站在那儿 事后我们会有一些油啊 美面之类的赠送您 好啊 好 谢谢 大爷您好 我们是川阳大学 大爷 我们下一站 有这么一个线下的活动 您看 有公益活动给您看 您看一下 好 您看一下这 反正您参加的话 就会有些 我们这是一个公益活动 呃 就在沿江洞路站 不会耽误太多时间的 好 好 谢谢啊 您有时间吗 不会耽误太久的 阿姨您好 我们是创业的大学生 现在在沿江洞路站 举办一个活动 您只要下车参加的话 我们就会有奖品了 您愿意参加 这是我们照片 你们一个团队的吧 哇 哥们儿 录小视频的吧 观察你个半天了 上头藏哪儿了 不过你们这题材挺邪乎的啊 干几次了 在哪个平台啊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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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我觉得咱们可以合作 那我也排卷了这个 是吧 那只 正好我们下一站呢 一会儿活动 还在我们一起 不行 我们有事呢 各位粉丝也 您好 我们是正在创业的大学生 现在在沿江洞路站呢 有一个活动 您看一下吧 不会耽误您太多时间的 您可以参加吗 嗯 师傅 这儿就是沿江洞路站啊 别堵这儿 沿江洞路站到了 王晴明从后面下车 哥们儿 下车到后面儿 哦 我知道 你儿子 后面有一个活动 不是 你干嘛啊 什么活动 我上车几个不让我上车啊 几个不让我上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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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我有个事情要跟您说 这辆车上有一个女疯子 你别看我 看路 我知道你很吃惊 但我说的都是真的 就在后门边上那个女的 她身上有炸弹 炸弹就在她脚下的塑料袋里 你别往后面看 她非常危险 她非常警觉 会被发现的 好 你想做什么 你别害怕 一会儿警方就会制服这个疯子的 一会儿上了桥 他们就会采取行动 到时候您只要把车停在桥边 他们就会把炸弹扔下桥了 你怎么知道 警察已经通知车上其他乘客了 是他们让我悄悄通知您的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说的都是真的 这个炸弹威力非常大 只能把它扔到江里 所以您停车开门 现在是我唯一的生机了 马上就要上桥了 你千万不要慌 到时候只要替我 按我手的做就可以了 马上 马上 放开 你们干吗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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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呢 干吗呢 什么情况 不要咋了 放着 放着 干吗呢 什么咋子 放开我 大家都别慌 他们是警察 这个女人有刀 她有杀人倾向 你们先做好 什么情况啊 放开我 你们这种混蛋 你们都是鬼子 受材人吗 放开我 叔叔差不多了 前面靠杯停把我们放下去就行 靠杯 靠杯停车就行 叔叔 放开我 你能干什么 你在干吗 就是你抱的心 你是个奴婦 你带着八分 你是个带着八分 你是个带着八分 你不配的男人 我没抱歉 我是向她的心 叔叔 我没抱歉 叔叔 你告诉我 快停车来不及了 叔叔 停车呀 停车呀 叔叔你不是说好了吗 停车呀 快停车呀 开门了 叔叔 叔叔开门啊 叔叔 叔叔开门啊 叔叔你开门哪 开门了 别说好了 别 when i open my ear 那テ嫦 開门哪 松叔 她不会开门哪 没时间了 帮忙啊 快快 他儿她 请住 有 小晓妍 小晓妍 小 你想啊 他在这条线路跑这么多年 这说明一个人是负责跑线路计算时间 另一个人是负责制造炸弹的 这简直细思极恐啊 我知道你很难过我 我也可以理解你 要这样 我们下一站先正常到站下车 总长急 其实现在这么一想 之前有几次行动受苦都是因为刺激 是波士当时没有怀疑他 不怪我 不怪我 怪你干什么呀 你又不知道他是什么 可是你记不记得 就是那一次 那个变态大婶最后一直在骂他 说什么 什么说话不算话 还还怀疑他报的警 所以你说有没有可能 司机大叔真的是被逼迫了 而且你想 如果他的目的真的是想让全车人都陪葬的话 那我们根本就没有下车的可能啊 可是 我们明明有两次是在中仆强行下车的 是 停车和开门的选择权 都是在司机手里 公交车司机在上岗之前 都会经过 应对突发状况的培训 像 遇到色狼这种突发状况 一般会采用打电话报警 紧闭车门 再下一站移交民警的处理方法 他怎么会 临时停车 直接让你下车呢 按照常理 司机不应该在那样的情况下 把我放下去 可他就是开门了 这说明 他是有意想让我下车 那他肯定是想要救我呀 阿姨 公交公司的宿舍是在 这就是 楼上是吧 谢谢啊 身份证 我 不好意思啊 不用了 您您住这儿啊 您就是我叔室友是吧 谁是你说的 王兴德 他让我来拿东西 我 把钥匙丢了 对 那进来吧 钥匙丢了 要不要跟他说一声啊 我给他打电话打不通 都叫开锁的来了 幸亏您回来了 打不通 这儿是他的班 行 进来吧 进来吧 他让你们拿什么呀 货口本 对 家里面有事 那个是他房间 对了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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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来 坐 谢谢 你是他女朋友吧 挺好 挺般配的 您跟王叔一起住多久了 哎呀 两年多了 从我进公司就跟他住一起 哦 老熟人了 叔 不应叫叔 叫哥就行 老王比我大不少的 大哥 我跟你打听点事呗 说 哎 您您您过来一下呗 说 是这样 我男朋友 他最近打算带我见家长了 他的家里就王叔一个亲戚 我有点紧张 我就想问问您 王叔他人怎么样 好相处啊 不用见家小姑娘 你王叔人特好 心眼时平时话也不多 一点都没有家长的家子 将来你们俩 要是住在家里 那有你受这样的亲戚 互相还有个照应 哎 那他老婆到您见过吗 他人怎么样 嗯 我知道你们拿户口本干什么 是为那事吧 坐 那我离婚呢 哦 哎 哎 妹子 不是我掺和别人家里的事 可可得真提醒你一句 老王那媳妇可真不是省油的灯 好像是精神出了点问题 你以后见他可得注意着点 他精神有什么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才离婚的吗 多半了 这女的挺折磨人的 隔三差五的来一处 你说 你说这再好的人 也经不住这么折腾 那 那要不你王叔 放着好好的家不回 那干嘛老住这儿呢 嗯 他会不会是 家离得太远了 在这儿住比较方便 你还什么呀 他家就在港湖新村那边 来回多方便 我 永远人都看得出来 那老王平时就不爱打理他 你说这日子都过成这样了呢 那该离就离了呗 可那女的 隔三差五的打电话轰炸 隔身谁受得了 是 就知道 这婚 迟早得离 可是 我听我男朋友说 说她婶人还挺好的 挺和善的 说她们夫妻关系也挺好的 和善 嗯 和善哥皮 挺打哄你呢 上个月 我可算是坚士 大晚上 老王她媳妇打电话 让老王回家 说是家里着火了 让她去救火 什么火啊 还有 找到了啊 嗯 那我们就先 嗯 嗯 行 麻烦了 好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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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那我走了 好 陆绝 查到了 王兴德来家里之前 一直都是 教导式二汽厂运输班班长 重型车辆驾驶经验风俗 而且没有任何的事故记录 还一直都是老总模范 陆绝在家里化工厂的制建部门上班 在入职化工厂之前 他是教导式一中的一个化学老子 有着非常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并且还出过教材 公司的人说王兴德入职后 曾经多次申请驾驶四十五路公交车 申请成功之后 又多次拒绝了公司所有的调动安排 甚至拒绝晋升管理层 撇了心了就是要在四十五路干到退休 陆绝红到佳麟化工厂之后 通过了专业的化工产品培训和考试 被安排到了制检部门 在制检部门他主要负责化工产品 还有原材料的取样制检分析和次品处理 在上班期间他年年都是劳动标明 听他的同事跟我反应说 他每天都主动要求加班 经常都是最后一个走 王兴德平时就住在公交公司的员工宿舍里 离我这不远 已经叫小人代员赶上去了 陆绝红所在的这个制检部门 可以直接接触到化工产品和原材料 而化工厂在处理次品的方式 跟其他的行业又不太一样 不可以直接进行销毁 在这个过程当中 材料有任何的损耗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怀疑陆绝红很有可能 藉由植物质变获取制造爆炸物的原材料 好 我知道了 陆绝红有鞋合背景和技术 也有获得原材料的途径 非常有可能自制炸弹 一个陌路线一个做炸弹 这么看来 陆绝红夫妇很有可能是有计划 有预谋的策划犯罪 立子 把现在查到的信息全部懂不出去 明白 还有 通知交导是公安局 申请协商通报 通个气 也让他们尽快地去安排走访 了解陆绝红和王兴德 过去的工作生活情况 明白 自制炸弹 一点四十五分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世界呢 那个高压锅 我记得他当时非常地警觉 他的手一直放在高压锅上 所以我觉得 那个高压法 会不会就是 炸弹的引爆装置 但我觉得 他都有能力造炸弹 那会不会是一个定时装置 因为他一直在强调 一点四十五一点四十五 这对他们来讲 会不会是一个特殊的事情 我就是猜测啊 叶子 你去查一下卷松 看看跨江大桥 以往所有的事故里面 有没有什么事件 是跟一点四十五分之时间点有关 明白 嗯 班队 师傅 怎么样 手机打不开了 技术部都说要过一段时间 才能把里面的东西调出来 但是电话卡 我们会拒绝了 所属人就是王兴德和陶映红的女儿 王萌萌 通话记录查了吗 查过了 王萌萌的最后一次通话记录 就是在五年前的五月十三日 下午一点四十四分 背呼叫者是王兴德 但是没有接听 一点四十四分 嗯 老张 来 你先坐 叶子 嗯 不好意思 停 时间正好是一点四十五分 这就是王兴德和陶映红的女儿 王萌萌吧 嗯 五年前的五月十三号 在嘉林市的跨江道桥上 发生了车祸 当场生亡 案发当时的时间 正好是下午一点四十五分 很显然 这起包站对应的时间地点 就是五年前 王萌萌的这场车祸 而且案发当时 王萌萌乘坐的 也是四十五路公交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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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叔 我给你发了个短信 你记得看清楚啊 我等你回复呢 好 李雷 我们俩分头行动 你带人把桥面封锁起来 为了防止万一 把桥面封锁起来 不许任何船只靠近大桥 我带人追公交车 好 叔叔 真的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道路一分锁,可以通行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情况 没事吧你 大桥上面已经布空 我们会在桥上逼停公交车 从现在开始 给我保持通话 蒋队 王梦你叫做发过来吧 车辆行驶 请您坐稳扶好 下一站 沿江西路站 你是龙猫针师徒孝传征服者 被光选中的人敌 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 但你现在 就是那个被选中的人 帮我 目标车辆已经靠近 即将上条 收到 大桥已经封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师傅 我要下车 别停车 什么情况 别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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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炸车 快帮我 还有炸车 快帮我 你给我拿刀 走 别停车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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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擅自行动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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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姜 小姜 马上接听公交车 马上接听 跟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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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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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进来还没有大声障碍 停车自首 还来得及 停车吧 叔叔 停车吧 王星达 靠北停车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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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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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rfolgreich 王星达 有什么要求你可以撇出来 我尽量满足 撤依光 把火锡拉 放开 照位 晓华 把火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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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爪 马爪 養长 杳 snail 诞抓 杳착 杳将 杳生 我知道 莫莫 黄先生 别动 别冲动 任何问题可以牺牲解决 千万不要冲动 好吗 叔叔 你看这个照片 你看 莫莫当年确实是遇到了四郎 这才是他下车的原因 他不是什么自作自受 他是没有办法了 卑鄙无奈才下车的 这个照片就是证据 他是无辜的 你自本上萌萌的 我的辅导员就是萌萌的辅导员 我们找到了拍照片的那个人 他可以帮我们作证 你只要放所有人都下车 我就可以把照片交给警察 我们还萌萌清牌好吗 我请得 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张成 我向你保证 我们一定会重新启动 对你女儿案子的调查 还你女儿一个清白 你明白吗 你们这么做 根本伤害不了那个流氓 这个人还在消耗法外 你们为什么要去死啊 我们现在有证据 可以还所有人一个真相 不要让真相被掩埋呀 这么久了 我会有人相信的 我们相信 你也一定要相信警察 我们一定会还你女儿一个清白 安老王 叔叔 你得活下去 你得替摩摩看着那个伤害他的人 受到应有的惩罚 有惯罪 我应该怎么会 我该地的 你不想让他 我多别的 这个人 与你不想让他 我多别说 你不想让他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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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